逆天改命,反派妈妈的幸福攻略。主角张瑶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上班族,意外获得了一个可以穿越到小说世界的系统,并被告知她将成为反派的亲生母亲,责任是要带领这个拥有凄惨童年的反派走上正途,过上幸福的生活。张瑶本想拒绝这个任务,却发现拒绝无效,于是她不得不踏上了改变反派命运的艰辛旅程。 在这个过程中,张瑶用她的爱与智慧,改变了反派的心路历程,并展开了一场充满欢笑与感动的冒险。 第一章,意外的穿越。张瑶是一名普通的白领,平日里忙于工作,生活平淡无奇。一天,她正在加班,突然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,声音自称是穿越系统。 恭喜您!您将穿越到一本小说里,成为反派的母亲。系统的声音响起。我不想穿越,我有我自己的生活。张瑶无奈地抗议。 拒绝无效,您必须完成任务,让反派过上幸福的生活。系统强调道。张瑶心中翻了翻白眼,这是什么鬼系统。 然而,她还没来得及反应,就被强行带入了小说世界,成为了反派的亲生母亲,萧荣。 第二章,反派的童年。当张瑶醒来时,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。 四周装潢简陋,甚至有些破旧,房间里散发着一股浓重的霉味。 她站起来,走出房间,看到一个小男孩正坐在院子里,神情孤独。 这个小男孩正是她的反派儿子,萧玉,小说中的反派角色,因为父母的忽视于冷漠而变得阴暗扭曲。 张瑶心中一阵不安,我真的要在这里过日子吗?妈妈,你回来了吗? 萧玉抬起头,眼神中闪烁着期待。 张瑶心中一阵,立刻意识到这个小男孩其实是被忽视的可怜孩子,他不能重蹈覆辙,决定给他一个幸福的童年。 第三章,初次接触。 张瑶努力在这个新的身份中寻找自己的位置。 她开始每天为萧玉准备早餐,并试着与她沟通。 你喜欢吃什么? 张瑶微笑着问道。 萧玉愣了一下,低声回答,我,我喜欢吃包子。 好,那我明天就学着做包子给你。 张瑶鼓励道。 萧玉的眼中闪过一丝惊喜,却又很快被疑惑取代,你真的会做吗? 当然,我是一位合格的妈妈。 张瑶自信地说。 第四章,学习包子。 第二天,张瑶在厨房忙碌着,这是她第一次尝试做包子。 她在网上查了食谱,却发现原材料都不全,心中无奈。 这里没有教母,怎么办? 她自言自语。 就在她焦虑不安之际,突然听见门口传来一阵笑声。 她急忙出门,看到一位热情的邻居,阿姨正在挑选蔬菜。 你好,这是我刚采的菜,送给你们。 阿姨亲切地说。 谢谢您。 这样我就能做包子了。 张瑶欣喜若狂。 有了阿姨的帮助,张瑶很快学会了做包子,满心期待地准备好了一篮新鲜出炉的包子,等待萧玉回家。 第五章,第一次的惊喜。 当萧玉回到家时,张瑶迫不及待地拿出包子,兴奋地说,看。 我做的包子。 萧玉怀疑地看着包子,犹豫着,这是,真的你做的吗? 张瑶微微一笑,当然。 快来尝尝。 萧玉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,眼神瞬间亮了起来,好好吃。 张瑶的心中瞬间充满了成就感,她明白,这个小小的幸福瞬间将成为她日后成长的重要记忆。 第六章,改变的契机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张瑶逐渐适应了这个身份,她努力为萧玉创造一个温暖的环境,并用心关心她的生活。 然而,萧玉的身世依然是一个禁忌,这个秘密如同一根刺,让张瑶感到无法释怀。 我必须要改变萧玉的命运。 张瑶心中暗想。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,她得知了萧玉即将参加的比赛,这是一次展示她才能的好机会。 张瑶决定帮助她参加这次比赛,让她感受到自信和成就感。 第七章,比赛的前戏。 在比赛的前戏,张瑶为萧玉准备了很多的资料,鼓励她好好准备。 萧玉最初还有些胆怯,但在张瑶的鼓励下,她开始逐渐自信起来。 你可以的,萧玉,我相信你。 张瑶拍拍她的肩膀。 比赛当天,张瑶和萧玉一起来到了现场,场面热闹非凡,参赛者们各具特色,萧玉心中感到紧张。 妈妈,我怕我做不好。 萧玉低着头,神情沮丧。 别担心,只要你努力了,就已经是最好的自己了。 张瑶安慰道。 第八章,比赛的精彩瞬间。 比赛开始了,萧玉紧紧握着手中的道具,深吸一口气,走上了舞台。 她的表现超乎了张瑶的预期,整个过程中,她充满了自信和激情,让观众惊艳不已。 萧玉,加油。 张瑶在台下大声为她加油。 最终,萧玉凭借着优异的表现获得了比赛的第一名,颁奖典礼上,她的笑容灿烂如花,瞬间征服了所有人。 第九章,幸福的开始。 随着萧玉的成功,张瑶越来越确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。 她用心改变了萧玉的命运,而萧玉也在她的影响下变得越来越优秀。 在一次聚会上,萧玉和张瑶遇到了一位重要的投资者,她对萧玉的才能表示了欣赏,并愿意支持她未来的发展。 这都是妈妈的功劳。 萧玉高兴地说,张瑶的心中充满了感动。 第十章,与反派的对抗。 然而,随着萧玉的名声大噪,原本的反派角色也开始浮出水面,这让张瑶感到一丝不安。 她意识到,反派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,她必须要帮助萧玉抵抗那些负面的影响。 我不会让你失败的,妈妈。 萧玉对张瑶说,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 于是,张瑶决定与反派展开一场正面的较量,努力为萧玉保护好她的成就与幸福。 第十一章,智慧的较量。 在一次社交聚会上,反派找到了张瑶,露出了宁晓。 她对张瑶的努力表现出轻视,想要设计陷害萧玉。 萧玉只是个小角色,无法与我抗衡。 反派冷笑道。 张瑶毫不畏惧,反而回应道,萧玉拥有的是她的实力,而不是你所能摧毁的。 两人之间的对峙让在场的所有人屏息宁神,气氛一触即发。 第十二章,逆转局势。 在随后的日子里,张瑶和萧玉齐心协力,运用智慧和努力,逐渐扭转了不利局势。 反派的计谋依依被揭穿,萧玉的形象在大家心中愈加光明。 你再怎么捣乱也改变不了我对萧玉的支持。 张瑶在一次公开场合直言道,令所有人刮目相看。 第十三章,新生的希望。 随着萧玉的名声日渐增长,她得到了更多的机会与资源。 张瑶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找到了自我价值,明白了母爱的真正意义。 妈妈,我会继续努力的。 萧玉对张瑶说,眼中充满了自信。 我会一直支持你的,无论你走到哪里。 张瑶微笑着回应。 第十四章,母子的幸福生活。 最终,萧玉和张瑶在这段旅程中,建立了深厚的母子情仪。 萧玉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偶像,而张瑶则成为了她背后最强大的支持者。 故事的尾声,张瑶站在萧玉身旁,看着她光芒四射的未来,心中充满了幸福感。 她明白,自己不仅改变了萧玉的命运,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。 尾声。 在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中,张瑶和萧玉携手面对未来的挑战,坚信只要努力,就能改变命运,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。